然后师父,上次我来东方台,你给我看出城,叫我去元朗找房子嘛,就是我的孩子,现在他的学校在旺角嘛,就是我想请师父加持一下,让我在元朗找到一个适合我居住的房子,就是器材好一点,让我更好的学和念经修行,用我的精进的能力能负担得到的好不好,师父? 好啊,可以啊,感恩你师父,我真的回来就特别想,特别想师父,回来我的先生就是对我态度好很多,然后我就说,我说我要去元朗找房子,我到时候把孩子接回来,然后孩子答应了,但是先生说,我又没有说要跟你住,我说没关系啊,我说先把孩子接回来,这样子,然后我就今天中午约着他跟孩子一起吃饭, 就谈一谈这个事情嘛,我就说,尽快把家,把家弄好吧,嗯,没问题啦,师父会给你加持的,好吧,啊,嗯,师父,师父,你真的太慈悲了,你讲讲我,我这个,我这个脑袋瓜就是,能蠢蠢的,笨笨的,好像不开窍,你要记住,有时候在人间啊,我告诉你,太惊惠害死自己的,你去看看那些自杀想不通的人,个个都不笨的,明白了吗, 现在这个世界啊,物欲充满着,所以有时候人要傻一点,反而好,嗯,什么事情啊,不要太惊啊,惊到后来伤自己啊,聪明反备,聪明物啊,自古以来,我们中国,啊,这个老祖宗就讲这句话了,明白了吗,嗯,嗯,你就,你就老老实实实实实实实在在的过你的生活, 踏踏实实实实效的过日子,一切听从观世音菩萨的安排,谁遇而安,心中坦荡,无私,天地自宽,所以我告诉你,像这种女人,她就活着很自在,明白了吗,嗯,好了,对,我现在就是,我现在就说我很满足了,我已经平安,家里,家里平安,然后身体健康,碑上,我在现在家庭不是很圆满,但是我已经很满足了,不怕保佑我们, 什么叫圆满 我问你这个人间有圆满的事情吗 很多人 很多人一辈子吵了一辈子的 到最后死的时候 老头子在边上哭啊 哭啊 说对不起啊 老婆子啊 我不应该一辈子这么对你啊 你说这个最后算圆满吧 我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圆满 不就是还债欠债的吗 欠了就要还 花了吗还要欠 就这么简单 没法了吗